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IOH講座 首先要先為大家分享一段由上銀科技創辦人與董事長 佐永才為大家帶來的一句話 虛心學習,勇於挑戰 好,那這是我的目錄頁 首先是我的自我介紹 然後是我的學校,樹德科技大學 跟我就讀的戲所,表演藝術系 然後是我在這個戲所裡面比較印象深刻的課程 接著是課外活動,然後是經驗 最後是我的心斗與收穫 那首先先為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做姚承穎,畢業於樹德科技大學 表演藝術系 那這是照片的背景是我們學校的圖字大樓 我們幾乎都在這裡上課這樣 好,下一頁 OK Dancing Life就是 我的職業是一名舞者 對,那跳舞其實帶給我很多東西 包括自信啊,成就感 或是它也帶給我很多朋友 然後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 也讓我接觸到更多層面的事情 那對我來說跳舞其實就是我的一個生活寫照 因為畢竟我一天有 一天有好大概四個小時的時間 或甚至到八個小時 幾乎一半的時間都是在跳舞上面 不管是練舞或者是找音樂啊,看影片 對,或者甚至有時候我們會去參加比賽 那在跳舞的時候我覺得那個是我最 就是最真實的自己 我可以毫不保留在舞台上 把自己會的東西展現出來 那我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基本上呢,我從來不會去定義我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這其實是我的作用名啦 對,因為不設限自己的人生才有更多可能性 我是這樣認為的 對,好 那接下來介紹我們學校素德科技大學 那 基本上我們學校的校區其實還蠻輕優的 就是 旁邊不是什麼工業區或者是 像在市區的學校會有 很多 就是你知道 很多車 車啊還是什麼的噪音這樣 所以我們學校其實還蠻安靜的 然後 對,這是我們的校園環境 對,這是我們學校中間有一個湖叫做 寄星湖 然後 有時候大家會在那個湖的附近野餐這樣 對 然後這是我們學校的 宿舍 宿舍旁邊的一個草原 大家也會在上面野餐 OK 然後這是我們學校的設計大樓 大家也會在這裡野餐 對 那其實我們學校校園環境還不錯啊 只是就是好山好水 好無聊 對 基本上你不太會有什麼 機會可以 就是旁邊沒有什麼 呃 遊樂設置啊還是什麼 還是什麼很便利的就是 就是 就是 他就是學校其實不是一個很便利的一個地理位置 所以呢如果你要去買東西的話 你可能就要騎車到比較遠的地方 這樣 那 學校離世 基本上來學校你可以坐公車 或者是騎摩托車開車都可以 但騎摩托車 欸 坐公車可能就要久一點 那騎摩托車的話 從市區高雄市區到我們學校 大概要40分鐘到一個小時 對 我們學校是在高雄的比較 呃 北高雄 對 北高雄 他位在北高雄 他算是 呃 燕巢區 對 那 那邊算是一個 呃 比較接近工業區的地方 所以他 離市區還蠻遠的 對 所以騎車 騎車或開車的話 也要 開車可能會比較快一點 那騎車 可能要40分鐘到一個小時 那離你住的地方 如果你是住在學校宿舍 那你就用走路的 那如果你的 房 你的租屋處是租在附近 比方說 男子或者是 大社 就是燕巢周邊的地區的話 那可能也要10分鐘到20分鐘不等 對 交通環境 而交通算是比較不方便一點 對 但是學習環境其實還真的還蠻不錯的 對 好 那 我就讀的科系是 表演藝術系 那表演藝術系是學什麼呢 大家可能 比較多的迷思會覺得是 喔 唱唱歌跳跳舞 然後 呃 就是 嘻嘻哈哈這樣 就 上台就是搞個笑 然後 之類的 有點像是 呃 現在藝人這樣 就是綜藝節目這樣的感覺 不過其實表演藝術系在學的東西 是非常廣泛的 呃 呃 呃 包含在表演藝術裡面 因為 呃 所以 我們其實在表演藝術學習到的東西是 呃 很廣泛的 有戲劇舞蹈音樂 然後 幕後技術 跟一些 跟一些 比如說 比如說 編劇導演 然後 芭蕾舞 現代舞就是 很廣泛的 在學習有 跟表演有關的藝術 這樣 這樣 那 首先是 進來之後你會發現其實 有很多人都 跟你是 差不多的 所以不管是好的還是壞的 對 因為 可能在 你讀大學之前 人家會覺得說 呃 你這個人好像 怪怪的 不然你是會跳舞 還是說 你是一個 喜歡演戲 或者是你是喜歡唱歌的人 因為畢竟是這樣 喜歡 表演的人 通常都會有 某種程度來說都是一個怪咖 對 那 呃 所以你會發現有跟 很多跟你一樣的怪咖 在這個 同一個戲上 然後你們 就會一起去表演 或者是說 一起去比賽 然後一起 一起 共同做一些事情 對 好 好 那 呃 呃 表演藝術系一年級的時候 就是什麼都要學 戲劇舞蹈音樂 跟幕後技術 那 這是比較大的分類 就是 這四塊 這當然裡面還包括 戲劇可能裡面也有 編劇課 或者是讀劇課 然後舞蹈可能有 呃 即興創作 或者是現代舞芭蕾舞 音樂可能也有更 就是 呃 鋼琴課 合唱課 然後幕後技術 可能有燈光課 舞台課 就是有很多種 那這是一個大分類 那一年級基本上 什麼都要學 我指的是這些課 都會變成一個必修課 那到二年級之後 他就會 分成四個主修 讓你自己去選擇 你拿手 或你想要做的事情 去做一個更進一步的學習 這樣 對 那大一的 大二之後 他就會分成比較細 就是戲劇主修 舞蹈主修 音樂主修 跟幕後主修 那就是你可以在主修的課程上面 學到就是 更 專精的一些知識 或者是一些技術 那 當然他 不是說 當然也不是說 你選了這個主修之後 你就不能學其他的課 其實還是可以 因為我們還是有復修 因為主修只佔了禮拜一的 早上的三堂課 那你可以選擇幕後主修 但是你還是可以選 就是 可能 maybe戲劇復修 然後 再選其他的 選修 就是 戲劇的選修課 或者是你可以主修舞蹈 但是 復修音樂 然後再選其他的 音樂的選修課 就是你可以自己 選擇你要上的課程 對 但是 這堂課他就變成是你 二年級比較主要的課程 對 好 下一頁 對 那大一跟大二 基本上 有四個學期嘛 上下兩 上下兩學期 大一跟大二總共四個學期 每個學期的期末 都會有一個期末呈現 然後大三就是 大三會大家一起做一個學年製作 接下來就是 四年級畢業的畢業製作 所以 基本上你 不太會有什麼時間可以出去玩樂 因為你的時間幾乎都會耗費在排練上 或者是說 課程 因為 期末呈現可能不是只有一堂課要期末呈現 他有好多堂課 例如 比方說 我一年級的時候就是 呃 有一個表演課的期末呈現 然後 又有 劇本導讀的期末呈現 然後又有 即興創作舞蹈課的期末呈現 那 還有就是 之類的 吧吧吧 有很多 很多堂課需要我們做期末呈現 那 就是 基本上你就要花很多時間在 排練這件事情上面 那 呃 表演術系跟一般戲手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在於說 呃 有些功課是你可以回家 打報告 做完 或你自己回家用電腦做一些research 可是 表演術系傾向於 與人一起工作 就是大家團隊合作 所以 你在跟 你在排練的過程中 你就可以學習到說 怎麼樣跟人家去相處 或是說 呃 整 就是在這個排練的過程中 就是你會學習到一些 就包括 也包括消化上課老師教的一些知識 對 因為 就是 上課之後我們還是需要做一個實作 實作練習 那這個實作練習就是 排練這些時間這樣 對 那 那 基本上這四年來我們 我 對我個人來說其實沒有什麼時間可以去玩 因為 你可能還有自己的事情要忙 或者是說 呃 你自己的事情跟學校的事情 你就同時也是蠟燭兩頭燒這樣 所以 你說要一直出去玩樂嗎 你 好像也沒有那個時間 所以 就是 就是 基本上 大概你這四年的生活都會是 我這四年的生活都會是 就是 比較 處在一個忙碌的狀態 因為 標藝術系會把課程排在大一大二跟大三 之前 然後大四的時候 會讓大家出去實習 對 所以簡單來說你在三年內就上完四年的課程 對不對 所以其實真的還蠻忙的 Yeah OK 那 我演出結束 這是我們那個時候演出結束拍的照片 對 雖然說其實很忙 不過 呃 演出 結束之後大家都會有一種 就是成就感 然後大家感情會更緊密 對 但是那 演出結束之後回到家之後 你大概 就會呈現這種狀態 非常累 對 好 那這大學四年來有一些 我比較印象深刻的課程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對 因為在這些課程裡面就是 學到的東西可能 不僅是課堂上 就是 應該說這些學到的東西我沒有還給老師 好 那第一 第一個就是我一年級的時候 的基礎課 就是表演基礎課跟演出實務課 這是一年級大家都要學的課程 對 那在這堂課裡面我們 我們 我們做了很多的嘗試 就是 也讓我看見了 就是認識了 就是 表演 就是 表演 這件事情更 更 更多的面向 還有更深的層面 然後我們也探討很多 就是 很有創意的事情 這樣 這是我們那個時候在做期末呈現 我們選擇用一張很大的綠色的網子 去做一個發想的表演 不過其實 為什麼會用這個綠色的網子去做一個表演呢 其實只是因為 我們的戲主人說 他的辦公室有一張很大綠色網子 他不知道該怎麼用 不然就 拿這個來表演好了 對 所以呢 我們就大家一群人就拿這個網子 然後 跟我們的劇本 我們的劇本是在講個 比較接近一個預言故事的一個狀態這樣 那 我們就是拿這個網子 然後去想跟我們的劇本到底有什麼關係 接著就是 我們就始作開始去發展一些表演 然後那個時候我做的事情是實習導演 所以呢 我就要想很多種方式讓大家一起去嘗試 然後跟大家工作 然後跟大家一起溝通 然後一起完成一個演出 對 當然我自己也是有下去參與演出這樣 那其實這是一個很好玩的經驗 因為 就是一個 嘗試 做一些以前沒做過的事情 OK 那 接下來就是大鱷的戲劇組休克 戲劇組休克其實 嗯 還蠻累的 我指的累是有一點偏向那種 精神上的煎熬 因為他在禮拜一的早上 那你知道禮拜天通常就是 但是大鱷生可能就是六日嘛 就會比較晚睡 或者是出去 有一些自己的事情要忙啊 然後 禮拜一早上的時候就會覺得 啊好痛苦這樣 那 戲劇組休克他是 呃 升大了之後他 就是我剛剛有提到過就是 我們會分成四個組休這樣 那我那個時候就是選擇了戲劇組休做一個更進一步的學習 那這堂課上面教了很多 呃 學術派的理論 包括呃 可能戲劇的 有什麼劇場 有什麼劇場 然後有什麼樣的流派 然後 就是 他的歷史跟他的知識這樣 對 那當然我們中 我們還是 我們在期末的時候也是有一個實作的一個呈現 對 那這是那個時候我們在 我們演 就是自己實作演出一個 莎士比亞的劇本 對 威尼斯商人 呀 那這是我在裡面演的一個就是 其實不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這樣 那當然我們還有做過很多其他的演出 在戲劇組休的課程裡面 我們也 做了蠻多的嘗試 呃 呃 包括我自己 我自己其實在戲劇組休的過程中間 其實也是有一個很大的突破 因為我以前在表演上可能比較害羞 後來 呃 我認識了一個朋友 然後他非常 我認識一個同學 然後我們剛好被分配到 演一個就是 對 對手戲這樣 那他是一個非常混的人 可是呢 他 雖然他非常混 但是他表演起來就是 呃 他不會尷尬 然後我就 後來就是 因為我在大的時候 有很多事情要忙 所以 在戲劇組休上面 就是發現 呃 我好像沒有辦法投入太多力量 然後我就在想 我該怎麼樣 讓自己就是 就是 像他那麼混 但是又可以表演得還不錯呢 後來我就發現一件事就是 呃 可能是以前我太緊張了 太認真了 那有時候 然後 有時候 很常聽人家講一句話就是 呃 認真你就輸了 所以呢 我那個時候就讓自己盡量不要那麼認真 然後就是用玩的心態去做一個表演這樣 然後後來發現 其實當我用一個玩 玩樂的心態 就是說比較放鬆的心態 站在台上的時候 其實 其實我自己是比較放得開的 對 那我後來也發現說做任何事情好像也都是這樣 比如說 要在認真跟放鬆中間有一個 就是取到一個中間值 然後有一個彈性這樣 對 OK 那再來是 剛剛介紹的必修課 那這個是一個選修課 就是它叫做即興創作課 即興創作課是一門舞蹈課 它是 它不屬於任何的舞蹈風格 它就是 你可以用任何舞蹈風 呃 你要 然後 平氣調 所有的舞蹈風格 就是用你身體 用你的身體去舞蹈 這其實有點抽象 不過它的課程就是這樣 就是 你不可以跳芭蕾舞 也不要跳街舞 或者也不要跳現代舞 你就是用你的身體去 很自然的去動 然後 你可以聽到音樂動 或者是你想到一件事情 然後去動 都可以 那在這堂課上面 在這堂課上面其實 呃 呃 學到很多關於 就是 自己的身體要怎麼運用 然後 怎麼樣去創作一個舞蹈作品 就是 在這堂課上面學到了很多東西 對 然後 包括你舞蹈的情緒 或者是 後來 呃 在這堂課上面也學到 其實舞蹈 他其實並不只是舞蹈 他跟 戲劇一樣 他是有一個情緒的 那 其實就有發現 其實很多都是有相關的 就連音樂他也有一個他的韻律感 或者是說 在戲劇裡面 他也有他一定的肢體需求 就是 在舞蹈裡面 他也有他的戲劇性 所以他這些 這些事情其實是息息相關的 他並不是可以獨立出來的一件事情 這些事情他是 呃 三件事情他是可以就是 互通的 對 所以當我學了這件事情之後 我可以對 我學舞蹈之後 我發現 對戲劇上可能有一些更 更多一點的了解 然後或者是 學了戲劇之後 發現其實可以應用在舞蹈上 或者是學了舞蹈之後 發現其實 因為舞蹈所以接觸了音樂 然後就慢慢發現 呃 去找了一些音樂 然後聽了更多音樂 發現音樂的更多層面 然後就是 我發現這些東西都是交互影響的 對 所以 就是 還蠻慶幸自己可以修到 那麼多不同種類的課程 呀 那 再來是 一個比較特別的課 叫做小丑與雜耍課 那這堂課其實 顛覆了我以前對小丑的印象 當然我們還是要帶 就是 還是一樣 我們要帶一個小丑鼻 就紅色的大鼻子 然後要化妝 但是 就是 跟以前想的小丑有點不太一樣 對 就是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我們 會做一個小練習 叫做 Show me 就是 老師會突然間cue你 那你要站起來 馬上取悅大家 那 就是 那個時候就是一個 很緊張的時刻 因為 要你馬上想到一個 花樣 或是想到一個噱頭去 博取觀眾 的歡心 那個其實是有一點難度的 對 你要腦筋轉得非常快 然後你又要夠厚臉皮 就如果 突然間不好笑 怎麼辦呢 你要 怎麼樣在場上撐更久呢 他其實在訓練你的臨場反應 對 那我這個臨場反應 就是 比較 弱一點 所以 上這堂課的時候 每次 就是每次我們課堂 在做 Show me 這件事情 cue到我的時候 就是 我都會蠻痛苦的 對 那 可是這堂課也就是 讓我突破了很多極限 然後做了很多 就是不一樣的事情 那這是我們那個時候課堂的期末呈現 對 我們那個時候 我那個時候扮演的小丑角色 是一個 就是 一個 一個流氓這樣 對 然後這是我的其他同學們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 就是 每個臉上的化妝都非常奇怪 尤其是我 就是 穿 穿 花襯衫那個 看起來更奇怪 對 因為我 那個時候出了一點失誤 就是 我原本是要化成 某一個樣子 可是 後來發現 我化錯了 所以呢 我就乾脆 直接 一不做二不休 把我的 下半部的臉 全部把它塗黑這樣 對 所以在這堂課上面 這堂課其實很好玩 但是也是 每個禮拜上課前 也都是會非常的緊張 OK 那 接下來我要介紹的是 除了課堂之外的課外活動 對 那我覺得其實大學生一定要有課外活動 對 因為 畢竟你多了很多自由的時間 有些課 你可以 呃 你也不一定要翹課 只是他沒有像高中那樣就是 你一定要考試啊 然後要幹嘛 大學其實非常自由 所以 呃 你可以學會 你就必須要學會 自己去調配跟分配你的時間跟作息 那 就是課外活動我覺得非常重要 那我的課外活動是 呃 街舞 就是 因為大學四年 我幾乎都在 幾乎都把時間花費在 就除了上課之外的時間幾乎都花費在 跳舞上面 對 然後我參加過這四年來參加過大概 呃 也有快 大概五十機場比賽吧 一年 差不多吧 五十機場到一百場之間 大的小的都有 那我也當過選手 我當過總子選手也當過評審 嗯 對 所以 就是這四年來我的生活其實都是在跳舞上面 那也因為 就是跳舞比賽我認識很多人 然後跟很多朋友 然後跟很多事情 因為跳舞我發現 就是 就是 結識就是認識了更多人 然後 也因此就是 可能有更多讓大家看到我的機會 然後 後來在大二大三的時候我就順利的 呃 大三的時候我就順利的當上了一個舞蹈老師這樣 對 算是我大學的一個 呃 夢想 一個目標啊 對 所以 其實跳舞 呃 就是 跳舞 從大概國中開始 國三的時候又開始跳 跳到大學 現在 也差不多跳了大概 七八 呃 六七年左右 有了吧 那在 這條路上面一路走來 我其實就是覺得 呃 能夠跳舞其實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對 因為他可以 尤其是街舞 因為 跳街舞的人 其實都是一個 一些蠻真誠的人 那大家就是 就是 就是 有一個像是 每次比賽其實都像是有一種同樂會的感覺 對 他也不像是 除非是這種很大型的比賽 不然像有一些小型的比賽 大家就是有點想去玩這樣 那跳舞就是在 在大學生活之外 他也給了 他有點像是我充電的一個方式 就是 當我上課上很累 然後我就 有時候參加一些小比賽 跟一些活動 那時候呢 我就會覺得 回來上課又會覺得 哦 能量滿滿 就覺得好像 就是 自己的能量被補充到了 對 嗯 這個是 就是 可能去 打電動打網咖那些事情是 沒有辦法比較的 對 OK 好 對 然後我在學校也認識到很多跳舞的朋友 然後我們也會一起出去表演 呀 這些是我 大學的同學跟學長 OK 然後 我們學校有兩個 可以 就是我們學校比較特別的地方 還有兩個可以 就是資助你出國的計畫 一個是 出國見習金 跟 百萬竹夢計畫 那出國見習金是 只要你在入學的時候有 你的成績在前 30名 就是名次 的話你就都有機會可以申請到一個 出國見習金這樣 然後 百萬竹夢計畫就是 每個人都有機會申請 他們有資格限制 但是你就是要寫企劃書 OK 所以 呃 利用 大二的時候我利用這兩個機會 去了一趟韓國跟日本 首先是去了韓國 那 就是從以前 就是我們都會就是 就是覺得說 啊其實趕出國好像很遠 可是其實我發現就是 其實出國是一件還蠻簡單的事情 就是你機票訂一訂 然後護照辦一辦 然後 房間訂一訂你就出國了 就沒有以前想那麼困難 然後 其實在上飛機之前 我還一直擔心就是 欸會不會 飛機會失事啊 後來發現其實自己想太多了 對 欸 嗯 在 這一趟去韓國的旅程中間就是 呃 就是 完成很多我以前的一些目標 因為我們會看一些 就是 我們會看一些 因為我們跳舞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會看一些網路上影片 然後 會看到很多國外的很厲害的人 那 有時候台灣會把他們請過來台灣教課 那 就是 有時候我們都會想說 因為自己要 就是 以後要自己就是 飛去他們國家 飛去韓國啊 飛去日本 飛去美國找他們上課這樣 然後後來發現 後來這件事情真的 就是發生的時候 讓我就是 其實還蠻驚訝 就是 覺得 哇 真的還假的 我竟然就是真的在這邊這樣 對 然後這時候 我那時候去韓國是參加一個打比賽 很大 一個國際型的賽事叫做 R16 對 那 當然我沒有就是進入到這個比賽這樣 不過我在 我沒有就是 就是 入選 16強 那 可是我在下面看其實也是蠻過癮的 因為 當天我很 就是當天比賽的選手其實都是 各國 各個國家就是很厲害的 數一數二人物 然後 再來 就是 也有很 很好看的表演 對 然後 去韓國的時候我也找了一個 就是 我一直以來偶像 就是 跳舞的偶像 然後去找他學跳舞 對 然後接下來這是我們去日本 我們去日本也是參加一個 就是一個 當地一個非常大的賽事叫做 Dance Delight 它是一個團隊排舞的一個比賽這樣 就是 其實這些比賽都是我們就是 有點像是說 小時候在網路上會看到的那種大比賽 就是你從來沒有想過自己回去參加 結果有一天你就站在這邊 的那種比賽 就是 那種感覺真的是 很難形容 就是有一種 Dreams come true的那種感覺 就是 夢想成真這樣 還滿興奮的 算是說 就後來發現 去完其實發現好像 欸 其實好像也沒有想像中 就是 真的那麼誇張 就好像也沒什麼 不過 呃 他們這些比賽真的是很厲害 就是 跳的人很厲害 扮的人其實也是非常厲害 總之就是 呃 因為 因為 就是 就是 寫了這兩 出國見習金 跟百萬足夢企劃 讓我有 就是更多的機會可以認識到 就是 就是 可以走到國際上去見識一下 國際的水準 然後去知道 我自己還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對 對 那那個 這是那個時候我們來日本 找一個 日本非常老的老師上課 然後 我就發現 其實自己 呃 我們在台灣學的東西 跟 呃 可能在 跟在國際上 就是我自己的水準 在國際上面 跟這些老師的差距 其實是非常大的 那看到這些老師之後 你就會想要就是在 因為他們非常厲害 所以你就會想要就是 喔我想要在 就是 跟他一樣厲害 或者是超越他這樣 就是 就是 也算是 呃 點燃了我的一些 熱情跟一些信心這樣 對 對 OK 那 那 就是 撇除以上一些跳舞的 是 呃 跳的興趣跟一些專業的 培養之外 呃 通常一般大學生都會有一些 打工的經驗 那我的打工經驗是在 劇場裡面工作 那 劇場要分就是內場跟外場 內場就是 就是 在劇場裡面 有冷氣吹 然後就是在一個劇院裡面的 那外場可能就是比較辛苦 是在戶外 然後要架舞台還是幹嘛 對 那 劇場 劇場的工作人員其實是蠻低調的 就像我圖片裡面這兩位學長一樣 對 嗯 我那個時候 我那個時候大二的時候 在劇場 就是不管內外場 工作了就是一小段時間 然後我發現 劇場工作人員是真的蠻辛苦 因為有時候他們可能從早上9點 做到晚上10點11點這樣 然後隔天又要 就是一樣時間 然後做一樣的事情 然後如果今天 接到內場可能 就比較涼一點點 因為有冷氣吹 然後 呃 也不會到非常的危險這樣 除非要爬很高的地方 那在外場就是有時候 你知道高雄嗎 夏天 然後太陽又很大 你可能就是要在外面曬很久這樣 就是從早上8點 曬到下午5點 然後或6點 然後晚上 再繼續工作 然後有時候如果假設你會遇到那種 在野外打舞台 那可能就會有 就要小心什麼毒蟲啊 或是蚊子啊 這樣之類的 就是其實在劇場工作的人是 非常辛苦的 那錢也沒有高到哪裡去 有時候是 呃非常密集的工作 就是 可能一個禮拜都是這樣生活 然後 工作完之後 你又可能有一兩個禮拜沒有工作 就是這是我那個時候打工的狀態 就是比較接近是一個接case這樣 對 那 可是 在劇場裡面工作好玩的地方是 你可以看很多不一樣的表演 然後 當然一開始你的工作當然會不那麼穩定 可是你做久之後你的 就是你的case就會越來越穩定 因為你做了 你有做出自己的名聲 然後大家也都會找你 你也會認識更多人 就大家也會找你去做 然後甚至你再厲害一點 你就可以做一些設計啊 例如說燈光設計或者是舞台設計 對 那 那 雖然說很辛苦 可是 呃 你會學到一些 除了錢之外的 就是 就是他的價值不是只是讓你賺錢而已 你也會看到很多東西 你也會學到很多東西 就是在 曾經我在劇場裡面認識一個就是 三十幾歲的大叔 然後他就跟我說 我問他說為什麼他要就是那麼辛苦 就是還是做劇場 然後也都沒有什麼時間交女朋友啊 然後 他說 他的 就是目標跟 他目標就是利用做劇場 然後 四處跑 就是因為做劇場 你可能會有時候接到台北的case 或者是 台中的case 或者是國外的case 然後都是有人會幫你出錢的 對 所以他就想說 希望可以借這個機會 然後到世界各地就是 就是做劇場這樣 對 他的願望可能聽起來會覺得 欸 其實還 好像沒什麼 不過 其實還蠻有趣的 對 就是 因為這件事情 所以你認識到了 更多地方 然後 因為這件事情 所以你可能 可以環遊世界這樣 這其實是蠻有趣 而且還 其實也不是那麼簡單的一件事情 對 那 我覺得這就是 我覺得做任何事情都是一樣 就是 可能這 有時候這些東西就是 在做這些事情 的時候 他們有趣的地方 跟可以讓人家繼續往前走 或 繼續工作的一個動力這樣 對 那是我的打工經驗 然後 然後 就是 就是 大學的時候其實大家都會 就是 辦一些活動啊 就是 可能 迎新啊還是幹嘛的 就是 戲學會嘛 戲學會會辦一些活動 那 那個時候我們 其實我不是戲學會 可是我跟我的朋友就是 呃 我們一起籌辦了一個比賽 這樣 就是我們從日本回來之後 我們就 呃 請了 日本那邊的一個老師 來台灣 我們一起辦了一個比賽 這樣 對 那 為什麼會想要辦這個比賽呢 因為 其實 呃 我們辦的是一個街舞的一個 街舞的比賽 這樣 那 辦這個比賽的目的其實是 其實很 很簡單來說就是因為我們想要辦一個比賽 對 那 呃 但是辦這個比賽有什麼用 就是 因為其實現在可能 台灣 在 尤其是在南部很少有人會 很少有機會會請到外國老師來南部 那我們那個時候就想說 欸其實剛好我們也認識一個就是這樣的外國老師 然後剛好 我們又有計畫要辦比賽 那是不是說我們把這兩件事情結合在一起 就是我們就請這個外國老師來台灣辦比賽 然後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然後 一方面就是 吸收一些辦比賽的經驗 一方面也就是讓大家就是 看到一些不一樣的跳舞的風格 就是 日本人他們是怎麼練習怎麼跳舞的 然後請他來台灣開一堂課長 對 那那個時候 我們就是 辦了一個 不算大型 算是中型的比賽 不過因為我們第一次辦 所以就是 呃 我們的虧 虧損就有點多這樣 就是 我們花了 我們 總共 我們花了七萬塊吧 然後 呃 大概虧了三萬到四萬這樣 對 不過我覺得 其實有沒有賺錢到無所謂 因為我們在這個中間學到很多 就是一些 辦活動 或者是招待 就是 像招待評審 招待客人的一些美美咖咖 對 就是 照片上 是我跟我的夥伴們 這樣 那他們幾乎都是我的 就是同班同學 大學同班同學 對 對 OK 那 呃 我覺得其實 呃 大學生其實是 大學生其實要 自己去做一些 就是在大學生活裡面 我覺得其實 有時候就跟高中不太一樣 高中生 欸有些 其實這些事情也是高中生會做的 就是 自己去 創造一些機會 或者是自己去創造一個平台 呃 讓大家在上面有機會 或者是 你可以share一個機會 給人家 或者說 讓大家去看見你 就是很多事情都要主動去爭取 那像 班這個比賽就是我們 呃 就是 等於 創 創立了一個平台 然後讓大家在上面可以就是展現自己這樣 然後讓大家可以看見彼此 然後也看見我們 然後我們也可以認識更多人 對 這個 其實後來發現 辦比賽好的地方就是在你可以認識更多的朋友 對 這就是 可能也算是我們一個小小的目的吧 對 其實還蠻好玩的 OK 下一張 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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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比較蠢的事情都有 就好事壞事都有 嗯 嗯 那 畢業製作是 算是一個 呃 大約四年 呃 我印象最深刻的 一件事情吧 嗯 不過其實 因為他可能也 也因為他離我 時間點離我比較近一點 所以我比較 記得這件事情 嗯 那 畢業製作 我的工作是擔任導演這樣 然後 畢業製作你就是要把 你在大約四年內學到的東西就是 呈現出來 那那個時候我的工作就是做一名導演 可是其實我沒有修過太多的導演的相關課程 我跟其他畢業製作的導演有點不太一樣 對 但是我還是 就是還是做了 對 我們畢業製作是要寫企劃 然後跟老師提案 然後老師通過才會過 那我們那組 我提案就是 我的提案剛好是在一個非常危險的 就是非常危險的狀況下 然後才通過 就是剛好及格 六十分那一種 對 那我們做的畢業製作的主題是街舞劇場 就是 把街舞融合在 就是 戲劇裡面 然後就是 兩件事情做一個結合 就跟我一開始提到 就是表演藝術系 跨領域表演 這件事情有關 這樣 對 那其實很多人也都很期待 就是像這類的演出 然後包括 包括我自己 然後有很多組員 也都很期待這件事情 因為他 大家都覺得這是一個很酷的事情 然後可以去嘗試 不過呢 就是在 這個畢業製作過程中 我們也就是其實有 歷經了很多的爭吵 因為 街舞劇場他不是 我們想像中的那麼簡單 就是可能隨便加在一起 他就是一個街舞劇場 不過 其實他不是這樣的 他就是 後來發現 其實裡面有很多妹妹嘎嘎 就是要處理 包括說 這個台詞跟這個動作 有沒有符合啊 或者是說 這個 動作他代表什麼含義 他是 他每個動作 他代表什麼含義 然後 這邊的這個動作 舞蹈動作 他塑造了怎樣的氣氛 就是他有很多的細節 需要去處理 然後需要去 注意 跟care 那大家可能在這些小細節上 常常會有一些意見分歧 然後就會吵架 那基本上 我都擔任一個和四老的角色 就是 幫大家勸 勸架啊 然後 就是 讓整個工作 可以更順利的進行這樣 那當然最後演出結束之後 就是 大家都還蠻開心的 對 我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大家也都 大家其實還蠻討厭我 因為我做事情 就是還蠻龜毛 我是 處女座這樣 對 那大家就覺得啊 你這個人坐是怎麼那麼機車啊 然後講話又不講清楚這樣 對 可是就是 後來發 大家就發現就是 可能 也因為吧 也因為就是 可能 呃 相處很久了 然後我們也磨合很久 所以大家也就是 開始習慣我的工作方式 所以就是 也 沒有那麼反彈 這樣 對 然後後來其實 畢業製作我覺得 最成功的地方在於 做完這次畢業製作最成功的地方在於 就是跟大家的關係都保持還不錯 對 那他就 好不好看其實就無所謂啦 因為最後留下來的不是那個戲 而是 你跟你周遭的人的一些感情這樣 我覺得那個感情有留下來 那個就是 比較珍貴的地方 對 OK 那 那 很多人都會問說 那你 表演藝術系出來 你要做什麼 尤其是長輩 長輩最會問這種問題 他說 那你跳舞出來要做什麼 或是說 那你演什麼東西 你出來 是 是 可以做什麼 這樣 對 就是我阿嬤常會問我這個問題 不過 其實表演藝術系的出路很廣泛 就像我剛剛講的 音樂 戲劇 舞蹈 幕後 或者是說 你也可以去拉保險 對 真的真的有一些學長 就是 畢業之後他可能去做業務 或者是去賣衣服 有一些學長姐 他出來是 出來做的事情跟表演藝術系 做的事情是完全是 看起來好像完全是不相關 不過 呃 因為表演藝術系 他學的其實 我覺得重要的是 他學的是一個團隊合作 所以如果你在表演藝術系上 有學到這件事情的話呢 你出去不敢做什麼工作 你都會很順利 而且 因為表演藝術系 喜歡表演的人可能就是 有時候會比較厚臉皮一點 那 在做很多工作也是比較需要厚臉皮的工作 所以 就是 其實很多學長姐 出去之後他們不管做業務 還是做什麼 其實也都是如魚得水這樣 因為畢竟現在工作也不一定說 你是這個科系 你出來就是要做這件事情 你也可以出來之後做另外一件事情 也是可以的 對 你不是 也 對啊 就是 其實很自由啊 就是看你怎麼選擇 看你怎麼想 對 他沒有說一定要怎樣 他就是你想要怎樣 那就怎樣 對 因為路是人走出來的 他不是 人家幫你 就是修好 然後你就 往這個方向走 那這樣就太無聊了 就是你可以 呃 通常就是我們 我們都就是自己 自己要一直想 就是 自己要一直想說 啊到底之後要幹嘛 那 其實表演藝術系 我覺得其實 最可以代表表演藝術系的 就是一句話 就叫 三重水附遺無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有時候就是 呃 你想很多 可能做很多一樣的事情 然後都沒有一個 就是成績出來 然後當你快要放棄的時候 欸 就突然來了一個轉機 很多 很多的經驗都是 都是這樣 像可能李安啊 或者是 一些 可能大家比較會知道一些影星啊 然後 明星藝人這樣 他們其實也都是這樣 對 所以 有時候就是 可能就是 像 李國修導演講的一句話 他就是說 一個人一輩子做好一件事情 就算功德圓滿 對 那 不管做什麼 好像都是這樣 就是 做好你想做的事情 跟你要做的事情 對 Alright 那 最後 最後 心得與收穫 心得與收穫 嗯 爭取善待身邊的人 對 這是我一個 就是 算是一個感慨啊 因為畢竟很多人 你在畢業之後 你也看不到 所以呢 有些 像我這一天我就覺得 如果當初可以早一點認識一些人啊 或是早一點 呃 跟一些人相處啊 那該有多好 這樣之類的話 但那不可能 因為你不可能回到 你不可能回到過去 那我只能說 就是既然你都知道你不可能回到過去 那你只好把握你的每一個當下 對 對 那在 就是 可能在這個大學階段 我有遇到我的競爭對手 就是良性的競爭對手 對啊 或是說你的合作夥伴 然後 跟大家一起工作這樣 就是 你會有 我有很多 很快樂的時光都是 大部分的時光都是因為跟人合作 所以 跟大家團隊工作 所以有很多這種快樂的時候 對 那 人跟人的相處其實很重要嘛 對不對 所以就是 嗯 把握跟珍惜 彼此之間的一些緣分跟相遇 因為你們以後也不一定見得到囉 OK 呃 大學四年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就是你要去 發現自己的已知跟未知 就是 對 嗯 這句話聽起來好像有點抽象 不過就是 你 可以在這四年內找到自己想做什麼 跟自己 不想做什麼 或是說你適合什麼 不適合什麼 就是我覺得大學四年 其實不是只有Focus在 你的課業上面 而是 你也要自己去尋找 這件事情它到底適不適合你 那有些人可能在大二的時候發現 欸 好像讀這個表演藝術系不適合我 所以他就轉系了 那又或者是說他發現 他到大四的時候才突然發現 欸其實自己好像不是那麼適合 那其實這個時候發現也不完 因為你還年輕 你還可以做很多事情 不過 呃 不要去 不要浑浑噩噩的過完這四年 就是 不管怎麼 不管怎麼說 就是 你要認真的去感受這四年內 你到底學到了什麼 然後到底會了什麼 這樣 那你可能會有很多不同面向的自己 所以 不管怎麼過 就是不要浑浑噩噩的過 這樣就好 對啊 對 大學 大學只有一次 所以 你也不太可能 你也 你不太可能 而且你也不太會想要就是重讀一次大學 對 你也不需要你的大學一拖再拖 拖到大五大六這樣 這樣 所以你就只有那四年的時間 那就好好運用這四年的時間 這樣 那我的演講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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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